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站在庙宇前带领准备参选大岗山选区立委的曹欢荣高喊动算 但有些事不是拜拜就能奏效 例如蓝白河 不少蓝银支持者既往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扮演汤科的角色促成跟柯文哲的合作 10月11号侯友宜跟韩国瑜将同台现身 韩粉甚至发出动员令 10月15号将在凯道举办泛蓝大团结造势活动 针对在野整合射出船允舰 韩市长本来就是我们国民党非常重要的成员 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们非常欢迎韩市长一起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只要任何可以促成团结的事情我们都是欢迎的 直言韩国瑜是国民党重要资产 话锋一转朱立伦把矛头对向副总统赖清德 我觉得赖清德跟民进党应该站出来谴责这样的行为 我们一定赞成民众提出所有的疑问 行政院副院长就是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也负责食安汇报 台风天怎么可以中央灾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在搞选举 在搞造势 在告在野党呢 这些都应该追究到底 左党赖清德 右批郑文灿 朱立伦火力全胎 只是国民党想要打赢2024选战 恐怕还是得先审核泛滥 这些新闻 中暗邻阳事务采访报导